女孩一口吃下两个鸡蛋 对面的男人一巴掌拍过来 她都要被吓哭了 可就是这样一个女孩 在小时候一人对峙数百条恶觉 却丝毫没有害怕 仅用一支笔就将它们轻松解决 原来她的大脑经过基因改造 刚开始 她能用意念控制魔方 将耳钉改变形状 接着再训练一段时间 就算有人拿箭射她 即使蒙卓妍也能轻松化解 随着她的能力越来越强 组织高层害怕无法掌控 派出项目负责人白博士 想将的孩子全部杀死 可还是有一个女孩逃了出来 那就是小美 在漆黑的树林里 她像狼一样玩命狂奔 一群人带着恶犬紧跟其后 但还是追赶不上她的宿命 落后一大劫 成功出逃的小美 最终因为体力不知晕倒在地 被附近的农场主发现 他们请来医生为她看病 农场主的妻子看她可怜 决定将她收养在身边 转眼十年过去 小女孩已经长大 勤劳善良的她会帮养覆干农活 可是家里的牛总是莫名其妙死亡 养母也逐渐病重 这让本就不富裕的家庭更加艰难 在这样的情况下 她一直有个秘密 没和养父母说 那就是在洗澡的时候 会经常头疼 但是一直没去看医生 只是在网上查找原因 这天回家的路上 闺蜜给她看了一档选秀节目 只要获胜就能得到一奖金 这样就有足够的钱及养母治病 镜头上的她平平无奇 可以开口却惊呆重人 还在舞台上表演起了魔术 以全场最高分进入决赛 晚上 一家人坐在沙发上看她的节目 庆祝她取得了好名次 可养父看着她的魔术表演 却露出了凝重的神色 而就在这时电话突然响起 但接通后却没人说话 只见不远处的山坡上 一个人正注视着他们家 第二天一早 他们前往首尔参加决赛 在火车上 两人鸡蛋配雪碧 一口吞下两个 可这吃相也太难看了 对面卷毛看不下去了 直接一巴掌扇了过来 小美都被吓哭了 对方明确说认识她 还称呼她为模拟 小美一脸问号 闺蜜见状赶紧起哄 瞬间吸引了周围人的注意 卷毛只好起身离开 在过道上 一个男人不小心和她撞上 她一把抓住男人的手臂 捏碎了她的金表 而后搏着一面 像丢垃圾般 直接将她扔下火车 完事后 还不忘掏出帕子将手擦拭干净 毫无意外 这次小美的表演又获得了第一名 结束后的她突然感觉头晕 连忙跑进了厕所 这次她竟然还流出了鼻血 一周前医生告诉她 必须找到亲生父母 做骨髓移植手术 不然就仅剩下一个月的时间可活了 这个女孩只是参加一场选秀 就被这群神秘的杀手组织盯上 深夜 她躺在床上 耳边突然传来一阵脚步声 刚出门查看 就被一把枪抵住脑袋 而闺蜜也被他们牢牢劫劫持 白天的那伙黑衣人再次出现 原来她的身体经过基因改造 拥有了超乎自然的能力 可随着年龄增大 后遗症也越来越强 而她在舞台上的表演 成功让白博士注意到了她 这天他们刚出门 一辆轿车停在眼前 紧接着下来一群黑衣人 他们将小美团团围住 想要将她带走 闺蜜看见这一幕 眼疾手快拦下一辆出租车 两人顺势离开 可到了晚上 一群人闯入她家中 亲切地称呼她为模拟 小美哭着说自己不是 对方显然不幸 指着自己脸上的伤痕说 这就是你的杰作 小美的眼神里充满恐惧 见她还是不承认 黑衣人示意同伴动手 这下小美顿时变了脸色 她一把抢过黑衣男的手枪 接着就是一顿扫射 精准又利落 地下顿时躺倒一大片 然后趁着男人还没反应过来 瞬间击碎了她的下巴 一记锁喉将她抵在墙上 嘴里说着不是她 但是拳头却一记记砸下 左右开弓 最后直接一枪爆头 解决完了小美 看了看自己沾满鲜血的双手 下意识将枪扔下 挪动嘴巴看着闺蜜 可闺蜜似乎被这一幕吓坏了 连连摇头 紧缩在墙角 就在这时 小帅突然走了出来 看见这一幕 她问身旁的闺蜜 小美最近有什么不一样 对方摇头 她转而自顾说了起来 小美每天在农场干活做家务 要不就是和你一起玩 平时也没见她学习 但是成绩每次都名列前茅 而且无论是看书还是画画 基本上一学就会 这就是基因改造的结果 小美还是说记不起来 但对方拿家里人威胁 她只好跟着她离开 一行人来到基地 他们将她绑在椅子上 这时监控室传出说话声 而这人就是白博士 他示意手下拿来一个盒子 取出里面的药剂 用手按住小美的头 直接将针管扎入她的脖子 而此时小美脖子上 还残留着好几个针孔的印记 他瞬间恢复了所有记忆 原来他在小时候 大脑就被植入死球基因 改造后成为一级异能者 紧接着 博士下令再给小美注射一支药剂 这直接让看着监控的小帅慌了神 连忙起身阻止 但这似乎已经来不及了 这个女孩被坏人绑在椅子上 但她并没有惊慌 反而亲切地向对方问好 就在对方满脸疑惑时 椅子上的人突然消失不见 下一秒 直接出现在男人身后 将她一巴掌护在墙上 之后 女孩弯腰捡起男人掉落的手枪 缓缓走到一扇单面镜子前 她知道镜子后面就是白博士 可怜开三枪镜子却丝毫没事 她上前抚摸着留下的痕迹 说了句 原来是中国制造 白博士看着这一幕 直接下令放出催眠气体 小美对着天花板的灯一阵射击 消失在烟雾中 下一秒 她突然落在白博士身后 举起手枪直接对准她 原来 小美并没有失忆 早在一开始 她就选好了一对建筑家夫妇 他们的儿孙因为车祸去世 她坚信他们不会抛弃她 可随着年纪增大 头疼也越来越严重 她只好使身体机能下降 以此来缓解疼痛 想要化解 必须寻找亲生父母移植骨髓 但她找不到 所以只能寄托白博士的解药 但一直找不到 为此 只能想出这个冒险的办法 让白博士来找她 事实证明 这还是有效果的 没过多久 小帅就找上了她 白博士没有想到 当初那么小的她就魔化好了这一切 说着小美拿出药剂 朝博士腿开了一枪后 逼问白博士解药的下落 就在她拖着白博士去找解药的路上 被突然出现的小帅一卷击飞 摔倒在地上 但同为S级的她 哪里会是小美的对手 她一个闪身 直接掐住小帅的脖子 单手将她按在墙上 小帅还想反抗 最后更是被一拳头击飞 见对方还是不服气 直接上去就是几个嘴巴子 这就是实力的差距 最后 小美用意念将枪吸到手上 对准想要逃跑白博士就是一枪 她也顺利在保险箱里 找到了剩下的解药 背着包离开了这个地方 画面一转 她来到了医院 看着病床上虚弱的养母 她还是顾念着他们的养育之恩 将为数不多的解药给了她 自己只留下两只 在楼下和闺蜜告别后再次离开 但故事到这并没有结束 三个月后 为了寻找更多的药剂 她找到了一个女人 但她居然和白博士长得一模一样